创业做这个Lingo3D的这个这个3D引擎 然后呢 嗯我们在就是来在React和Vill做游戏开发方面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一个理解和知识 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学来给我们 呃就是讲一下这方面的这个这个知识 嗯嗯 好的 所以啊大家好啊 呃我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下就是这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很新很新很cutting edge 的一个领域 可能跟web3的cutting edge程度不相上下 然后这个领域叫做用react做游戏啊 当然就是呃react和view呢其实是同一类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里其实也支持用view 然后呢这种东西呢就是呃它是一种新的concept 呃我给大家就是在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先做一些 小科普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啊这样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先问个问题呃请问在座的是不是都是程序员还是说我们这里有小伙伴是不编程的 呃应该都是程序员应该都是程序员 应该都是程序员OKOKOK好呃那可能就是大家对react也都比较熟悉的吧 应该都是程序员应该都是程序员对获认得 嗯OKOK好的呃就是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主流的这个编程范式 然后就是这两个主流的编程范式呢 就是它其实是叫做这个imperative vs declarative 好这个叫命令式 就是imperative翻译成中文就是命令式 命令式编程 vs 声明式编程对吧 声明 哇打不对了 声明啊声明式 哎呀怎么办 OK就是命令式 vs 声明式 好然后呢这两种就是编程范式 现在我觉得啊就是整个行业 它在经历一个很大的paradigm shift 就是react呢 它肯定是这个就是声明式编程的 我们叫领头羊 然后它的这个引领的编程的这个浪潮 就是说以后可能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程序 都会逐渐的就是用react这种类型的方式来写 就是行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苹果iOS应用以前都是采用这个objective-c 然后采用这个imperative 命令式的方式来写的 但是呢啊现在就是苹果推荐的这个iOS的app的开发方式是用swift UI 然后swift UI其实就是一个 declarative 这个声明式的编程框架 然后呢它的很多思想很多哲学 也都比较类似于react 然后这两种这两种就是编程范式呢 它的区别就在于就是声明式的这个代码结构 它里面可能就是主要还是组件化的 就像react组件啊一个个组件 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就是对象的生命周期 都是在组件内部 然后自己管自己 对吧 然后呢组件和组件之间用那种就是响应式的状态来串联在一起 对 然后就是这种方式呢 其实现在在这个应用和网页开发里面已经非常的这个流行了 对吧 react view是写前端 然后swift UI用来写这个iOS app 都是同一种开发方式 同一种这个思维的结构 然后但是就是这种方式在游戏行业里面现在还非常的不符及 就是游戏行业里面可能离这个最接近的 是一种叫做这个 叫叫component entity system Entity component system 叫ECS 好ECS呢 它就是现在的游戏行业的开发标准 然后呢 对 所以就是ECS也许是在游戏开发行业里面 就是距离这个declarative 就是声明式编程最接近 就是离react最接近的东西 但这个其实它写起来还是跟react很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用react开发游戏 对吧 怎么可以用react来做游戏 然后呢 所以说因为现在很少有人会这么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说这是一个很cutting edge的东西 不光是因为它很早期 同时因为它很小众 好 然后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开发的这个产品呢 叫lingo3D 然后lingo3D呢 它比较简单 我们有一个官网 当然官网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 就我们现在整个框架很早期很早期 所以文档什么都不全 所以你们去官网上也可能就是只是看看这个 看看效果 看看例子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用react开发 就是游戏的框架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完整的编辑器 然后这个编辑器呢 就是最新版已经完整 完整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拖拽式完成 然后场景的搭建呢 也可以直接在编辑器里面拖拽式完成 这个比你用代码一行一行的去写场景里面 这些物体的摆放要容易很多 然后写完了之后 它是可以 这旁边你看有两个键 有一个react键 有一个view键 你点这个react键 它就能给你生成这个react代码 然后你就直接把它生成代码 给复制到你的项目里面 它就可以就是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说我们如何用lingo3D来开发一个游戏出来 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下小展示 好 那么我们在开发3D游戏呢 可能就是很多这个团队在早期的时候 不愿意投入太多的这个精力 或者说是资源到美术上面去 对吧 所以我们美术在早期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一些开源的素材库 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两个资源 一个是sketchfab sketchfab 还有一个叫mixamo 然后 对 这两个 就是mixamo是adobe家的 然后sketchfab是这个 被unreal engine 就是被epic games给收购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现在都是属于是比较 比较行业标准的 两个素材库 然后sketchfab上面是你可以 所以什么资源都可以在那边找 然后mixamo呢主要是找这个人物 然后尤其是对人物进行绑骨骼呀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 比如说啊 我们今天来做 我们先做个简单游戏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如何用react来 响应式开发一个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打飞机的游戏 好吧 所以就是你要是在这里去 你在sketchfab上面你去找啊 比如说你找spaceship 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spaceship 很多的飞船 对不对 然后你看我们 我们可以把downloadable 上面有一个 就是downloadable勾上 就是它会给你检索 所有可以下载的 你把downloadable勾上以后 你就可以在里面找 然后呢 这个里面 它有两类啊 你看有一类 旁边是直接带这个下载件 这个下载件 就是可以下载是免费的 还有一类呢 旁边会带有一个小美元标志 我看看啊 比如说这些 对吧 这些上面没有带下载件 但是呢 旁边就是可以 就是显示了价格的 这些就是要花钱买的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 可能就用一些免费的素材 就OK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就是sketchfab上的这些素材 它的这个license 很多都是那种 就是有局限的 就是它可能没有办法 让你就是 大范围的去商业化的使用 对 所以就是如果说 大家想要 就是最后这个素材 用在自己商业化的游戏里面呢 建议还是去买 就是它上面有这些付费的版本 对吧 没关系 但是你在做原型的阶段 就还是直接在上面去 这个 去用免费的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space shape 我下载 我随便下载一个 比如说我就选 选哪个呢 我可以选 就选这个吧 看起来挺好看的 好 然后大家在选素材的时候 有两个核心的指标 要注意一下 就是 它这里会显示 这个素材的 这个多边形数量 然后你看这个 它有这个素材就很好 它是5.5K 就是5500个三角形组成的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精简 就是很 很容易用在 这个游戏里面的素材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尽可能 尽可能 你的单个素材 它的多边形的数量 不要超过10万个 然后呢 10万个 其实就是在游戏里面 就单个素材的 这个多边形数量 超过10万个 已经非常高了 就是不建议用 特别高精的素材 好 然后呢 这种5500个的 就很好 所以我来下一下 你看 这里就有这个 download 3D model 我就点 点了以后 你看它这里 就要你选格式了 我们在这个 你看这里几个格式 就是FBX USDZ GLTF 和GLB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四个格式 FBX呢 是一个 就是 也算是一个 行业标准吧 就是它很老了 90年代的一种格式 然后呢 它主要是有 Autodesk 就是做这个 3DS Max 然后做Maya的 这个软件的公司 Autodesk 就是主导的 一个文件格式 但是这个文件格式 它是有问题的 就是大家尽量 不要去用FBX 就是虽然说 就是主流的3D引擎 都支持FBX 但是FBX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的贴图通道 非常少 就是像我们 现在的很多的游戏素材 看着好看 原因是因为 它上面有金属的光泽感 然后有这个normal map 就是有这个 2-out贴图 让你能看到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2-out感 对吧 这些贴图 在FBX格式里面 全部会损失掉 FBX它只能显示 就是最底层的 这个散射 散射的颜色 所以就是 它一般来说 效果不太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FBX 还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的这个 解析起来 它有一个解压缩的过程 所以说 你看着一个5兆的FBX 它最后解压缩到内存里面 它很可能占你 几十兆内存 或者是甚至更多 就是几百兆显存 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就是FBX FBX是我现在极其极其不推荐的一种 一种这个文件格式 然后呢 下面下面几个 就是USDZ 这个是现在是NVIDIA 就是英伟达在强推的一个文件格式 就是NVIDIA的话 它是现在正在做一款软件 叫Omniverse 然后这个Omniverse 就是它的目标 就是把 像Unreal Engine Unity Blender 3DS Max 就是把设计软件 就是3DS Max Blender这样设计软件 和不同的这个引擎 比如说像Unreal Engine 这样的引擎给打通 对 它就是它 所以USDZ 它的这个目标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设计软件 到引擎之间的桥梁 它是作为一个文件互换格式 这个格式不错的 其实 但是其实我们在外部端呢 就是最好用的 不是USDZ 最好用的是GLTF和GLB 如果说它提供这个GLB选项给你 就直接下载GLB就好了 然后如果说它不提供GLB 只提供GLTF 你用GLTF也可以 就是这两个格式是一样的 GLB呢 它是GLTF的一个 就是Zip过的格式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小小的压缩过一下 然后呢 就是这个GLTF呢 它的全称叫 GL Transmission Format 就它也是一种文件交换格式 然后这个文件交换格式 它现在在web上 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 然后呢 就是所以GLTF和GLB 它的目标就是做 就是成为 3D模型行业里面的JPG 就是我们说这个USDZ 它有可能会成为 3D模型行业的PNG 然后GLTF和GLB 可能就成为3D行业的这个JPG 这两个格式在未来 都会非常非常普遍 对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推荐用这个GLB 所以你看你在下载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啊 就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个材质 就是这个材质呢 你可以选择就是2K材质或者是1K材质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1K材质就好了 最小的对吧 好 也就两招的一个模型 但是我们就是其实这个模型下载完之后还可以压缩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网站叫做GLTF.reports 好 然后到了GLTF.reports呢 就是它就是一个专门针对GLTF格式的一个模型优化和压缩网站 好 所以就是你在GLTF.reports就可以把你下载好的这个Spaceship.glb这个模型拖进来 你看它就会给你看到这个模型是长什么样的 好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你看可以压缩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把它材质继续压小 现在是1K材质对吧 就是1024x1024 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还可以把材质压的更小 压到512x1 512 所以你就你看打开打开侧面的这个面板 它这里有些代码 你把这个代码里面的这个10241024给改成512512 然后点击这个运行键 它就会执行这个优化代码 这个优化的流程呢 它是会把模型的顶点就是给去重 去重了之后呢 然后呢 所有的材质会压缩到512x512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导出之前啊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compression 这个压缩compression我们可以选择Draco Draco是现在在web上最流行的 这个GLB的压缩的这个制式 所以你点Draco 然后点Export 就看啊 就刚才这个模型两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压缩过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变多大了 我们来瞧一瞧啊 等一下 走开 所以这个模型就变成了一兆 从刚才2.3兆变成了一兆 好 那么就是 这个就是2.3兆到一兆 这个我们感觉是省了一半的这个传输量 对吧 但是还有一些更夸张的 比如说场景 很大的那种场景的模型 很有可能就从200兆变成10兆了 就是它可以达就是这个GLTF.report 它有的时候可以实现数十倍的模型压缩 然后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可能载体是H5 或者载体是web的这个游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传输的这个量给缩小了 就可以让玩家可以实现更短的加载时间 对吧 他看到那个加载条 那个进度条 他等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长 所以这个对于玩家来说 用户体验的改进是非常非常非常显著的 对 所以就是大家就记住了 就是最推荐的模型格式是GLB 然后最推荐的这个模型压缩网站是GLTF.report 好 OK 好 那么就这个模型 我们现在怎么把它引入到Lingo3D里面呢 我们现在开始写一点代码编程了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 我们在Github上面 就是你要去Github.com 然后呢 斜杠Lingo3D 这就是我们官方的Github 然后小伙伴们 就是如果你们想点新的话 可以去给我点一颗小星星 这个是我们的开源仓库 我们是现在还在持续迭代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们其实产品还没有发布正式版 对 我们可能到了年底之前 会有第一个正式版出来 对 所以现在的话 就是文档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全 所以大家就是 可能就是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吧 我今天就尽可能都把它展示一下 好 然后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官网上 Lingo3D上面啊 你要是在这里搜 我们有一个叫做 你要是在这搜这个 react 你看这里有 我们有一堆就是react的项目 就是下 它有很多是例子 有很多是例子啊 比如说有些例子 是关在我们官网上的 看Lingo3D.com 我们官网上是有一些例子 去examples 然后这些这些examples都是代代码的 比如说就 这个小狐狸的吧 grassland 你看你要是点这个react github的话 它都会带你去下载这个例子代码 然后这个例子呢 它就是大概是一个动森风格的一个小狐狸 就是在这么一个地图上 然后呢 对我们 之前听说有同学想要做动森风格的游戏 对这就是一个 不错的动森风格的玩意儿 OK 然后呢 OK 所以我们继续啊 就是说 OK 你看我们这里置顶的 我这有置顶吗 没有置顶是不是 对置顶的 你看我这里置顶的有几个项目 就是一个是Lingo3D本身 然后同时旁边有这个reacttstailwindstarter 它就是一个react项目的一个 启动模板 好 我们可以去下载这个reacttstailwindstarter OK 就是这个模板 模板的话 然后你就直接downloadzip 你就把这整个东西 就是作为一个zip 放下下来就好 好 下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VSCode 我打开我的VSCode 然后我把我下载的这个 模板解压缩 解压缩了以后 你把它拖到VSCode里面 然后可能要先安装一下 就是我现在是在用PMPM 就是之前一直用YAR 但是现在敢用PMPM 因为确实是速度快 大家没有体验过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体验一下 很香很香 我今年是两个对我自己 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的框架 就是一个是这个PMPM 就是替代了YARN 替代了NPM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VT 替代了Webpack 这个简直不要太香了 现在装包 我现在装包就是 基本上五秒钟之内装完 然后编译也就是 五秒钟之内编译好 然后要跑那个什么 要跑测试服务器 什么这个基本上 两秒钟之内能够能启动 然后所以就是感觉就是 从之前的老爷车 换成了现在超跑 非常非常香 然后呢 OK我现在这个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之后 我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可以再运行一下 这个PMPM Up 就是这个Up就是Upgrade 我确保一下 我所有包都是最新版 现在全部升级好了 升级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试着运行一下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项目 如果我在这儿 YARN DEV 我现在这个DEV还是用YARN在跑 但是没关系 其实就是你们习惯用NPM 用YARN 用PMPM都可以 就无所谓的 然后他就打开了这个测试服务器 然后我去5173端口的话 他就弹出来了我们的这个画面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很简单 现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world 就是一个3D的这个世界 对吧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cube 放了一个立方体 对不对 没有别的东西 好 我们其实现在可以 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编辑器 给引入进来 所以你看啊 就是cubeworld 然后打个多号 就是我打一个lingo editor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lingo editor 挂在这里 对吧 保存 就可以看到 他就把这个完整的编辑器 给引入进来了 好的 然后呢 就是进入编辑模式的话 你看就是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 你要是不想象 你可以删掉 比如这个删了 这个可以删了 对 删空对吧 OK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编辑器模式下呢 我们其实嗯 就可以这样啊 就是同学们您看 一般来说用vit 我们是习惯把素材放到一个叫public的文件夹里面 所以我就把这个src旁边 我新建一个folder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叫public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这个飞传模型扔进来 扔到public里面 呃 spaceship OK spaceship.glb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试着往我这个场景里面增加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 就是你有两个选项 你可以用代码 或者说你可以就是直接在这里拖拽式完成 你看拖拽式完成的话 我就直接拖一个model 这样一个model拖到这里 好 然后这个model拖进来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长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我点这个下载react代码键 它就会下载这个场景的react代码 现在你看它下载下来代码就是也是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然后呢 这有一个model标签 然后呢 就是对就很简单一个结构 实际上这种代码你要是把它复制到 复制到这来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直接是可以运行的 对吧 OK没关系 我们继续 好 那么这个model我希望去修改一下它的这个文件 对吧 所以这个src你看 它的src我们就可以 我们刚才是把spaceship.glb这个3d模型 放到了public文件夹里面 对吧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访问到了 就是说你这个模型 你点中它 看你可以移动 对吧 然后呢 它的src你就直接写成这个 spaceship.glb 好 这个模型就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3d模型 当然这个模型啊 它有点 它是还是有点问题 就是我们下 就是我刚才扔到gltf.reports里面 我就发现就是它好像就是 它的z轴 贴反了 它可能是用 比如说这个Maya Maya好像是那个 就是z轴和 和这个 blender是反过来的 就是有一些软件 它的z轴是反的 所以你在里面 就是你可能还得扔到blender里面 去重新贴一遍才能把它这个模型给调整对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个游戏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个游戏是一个顶视图游戏 我们这样看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OK 所以好 所以就是现在我需要就是 扔一个相机 从顶上来看 对吧 从 从这个 从顶上来 来看我们这个spaceship 对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就是我 底下你看 这个侧面有一堆东西 这个侧面 刚才我们用的是model 对吧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扔一个camera 你看这个里面我们有几种相机 就是相机 第三人称相机 第一人称相机 和旋转相机 轨道相机 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用普通相机就好了 比如说我扔一个普通相机 到这来的吧 然后呢 这个普通相机呢 我就可以把它高一点 然后我可以让它旋转一下 你看这侧面有这个工具 这个是移动 这个是旋转 我们可以用旋转工具来把它旋转 旋转90度 对吧 然后你看你的旋转的时候 其实侧面这里 你是可以直接在这里去改这个数字 也是OK的 那-90其实就挣270 你要是就用这个 用这个摇杆去转 它也可以的 挣270对吧 你直接改数字也可以 270都OK 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有这么一个相机 然后我们要是切切换到这个相机上来 你看 就是我在这个world标签上 我就可以 就是你看 如果你选中了你选中了模型 你这里这个面板就显示的是一个模型的属性 如果我什么都没选中的话 这里就是显示的就是这个 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一些属性对吧 所以你看我这个camera 我就直接把它换成 我的这个相机 你就可以看一下啊 说好像这个距离不太够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点中这个camera 我可以再把它再把它挪远一点 再挖一轴对吧 看我可以继续挪 继续挪 对吧 我可以放到1000 2000 差不多啊 这个距离差不多 好 然后OK 所以我们现在 这是这个模型呢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屏幕的最下方 放到这个地方来 对吧 然后我可以把它旋转 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啊 嗯 嗯 OK OK 这样这个角度OK的 好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小场景 然后我可能就是再多复制几次 比如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model把它复制 复制几次放到上面去 搞几个敌击对吧 一个敌击 两个敌击啊 这个就是Ctrl C 或者是在你的Mac上的话 Cmd C是复制 等一下 这个这个不对 等一下 可以删掉 再复制 然后呢 再复制 再复制 然后最后再复制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列 对吧 OK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 每个敌击都取个名字啊 比如说 就是这个敌击 我统一给它一个ID 就是一会儿我们可以用来检测 碰撞的比较方便 比如说这个敌击的ID 就叫做 就是统一就好了 就统一就好 enemy对吧 ID都叫enemy 就是它的ID也叫enemy 所以同学们你们可以这样看 虽然说这个Lingo3D 现在的这个文档还不是很完善 但是呢 就是每一个物体 你看像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选中的这个model 对吧 model就是个 就是我们这的基础组件之一 对吧 每一个基础组件 你要是点动它的话 它的属性 就是基本上在侧面这个面板里面都能出来 对 所以就是你很多时候去看这个侧面的这个面板 你就知道它里面有什么属性了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自己去调一下 就可以 可以 当成一个简易版文档来用吧 OK enemy 然后呢 这里也放个enemy 然后这里再是enemy 对吧 好 就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现在大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可以就是下载这个react代码 我把这个代码下下来 好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里 它生成的所有代码全部 复制一下 我复制到 复制到这里 好 然后我们看啊 这里就是少了一些导入 对不对 你看它这里 这也可以删掉 然后呢 我现在少了一个camera 少了一个model 对吧 没导入 所以我导入一下 导入一下camera 然后导入一下model 好 然后我再保存 我们就可以回来看一看啊 现在它这个应该是 对 你看现在这个场景 就是 这个页面打开就自动是这样的 就我把刚才的 我现在不需要编辑器了 所以我就把editor给删掉了 把编辑器删掉了 对 然后我怎么可以让这个飞船来 就是跟着我的鼠标动呢 好 所以现在就需要写一点点 就是 这个react代码了啊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 还是会有一部分代码是那种命令式的 所以你看我第一步 我需要干的是 我需要把这里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这个第一个model 对吧 你看第一个model 它的id不是enemy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一个model 它其实就是我的这个 主角 对吧 然后我需要把它ref出来 所以你看我可以说 就是习惯写react 小伙伴 你知道这ref其实挺常用的 我可以说 const spaceship ref 是use ref 然后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因为我这里用的是ts 对吧 它类型就是 我可以从lingo3d react 导入一个lingo 然后呢 它的类型是lingo.model 然后它的默认值是no 对吧 就是标准的一个react 就是这个ref的写写吧 然后之后我就可以把这第一个model 给ref出来 你看这个model 我就可以说它的ref是这个spaceship ref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用那种命令式的代码 来操作这个spaceship了 好 所以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 就是描述过程的这种传统的命令式代码 我们在react里面都会把它写到use effect里面 use effect 然后最后的这个小括号不要忘 好 然后在这里面我就可以写那种传统代码了 对吧 我就可以先来就是conce spaceship 等于 spaceship ref 的current 就是它现在里面的值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啊 因为我们这个spaceship ref 它的初始值是no 它初始值是空的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检测一下 它现在是不是空的 就if没有spaceship 或者你可以写 if spaceship 等于等于等于no 对吧 好 那就返回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现在就是spaceship已经有值了 我们就会到这里来 就可以执行接下来的代码 好 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代码里面呢 你看啊 我可以再从lingo3d react里面导入一个导入一个mouse 鼠标 好 我就可以说mouse.onmousemove 这个回调函数写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你在这个onmousemove的回调函数里面 我就可以写一个e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就可以log一下 console.log1.x 或者说 对1点 你看它里面就两个东西 就是1.clientx和1.clienty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它计算出来你的鼠标在屏幕上的位置 对吧 你保存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我 我这个鼠标在屏幕上动 你看这里 这里就不停的刷新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飞船给映射上去 但我们这里需要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小知识啊 就我们在游戏里面的xyz 它的这个 就是 坐标啊 跟我们屏幕的xyz坐标是不一样的 就是游戏它的xyz坐标呢 就是它因为它是三维空间嘛 对吧 所以就是 它首先就是它跟屏幕是反过来的 屏幕是y越大越往下 对吧 你看这是0 对吧 你看我鼠标往下移 这个y就变成了 这个 就是700多了已经 对吧 对 所以就是 就是屏幕坐标是 y是0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y是700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 但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坐标 它就是 正常的数学坐标 对吧 它的这个y轴是越大越往上的 同时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它往前看 这个应该都不是y轴 它往前看 这个应该是z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场景里面 应用了一个新的相机 然后这个新的相机呢 是就是从上往下看的 应该是 我看一下啊 camera 对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新的相机 是从上往下看的 所以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说 它实际上这个飞船 如果要往上走 它是z轴往前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对 它应该是z轴 做减法 是往上走 一会儿我们可以试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呢 OK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鼠标的这个坐标给换算成就是游戏世界里面的这个世界坐标 好 所以你看我们我们可以从lingo3d react里面导入再导入一个就是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这个client2world就是从你的从你的这个客户端屏幕坐标转换到世界坐标的一个函数 client2world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说这个这个叫world position是client2world然后他让他接受两个参数了就是clientx clienty对吧 我就把1点clientx添进去然后1点clienty也添进去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试一下 如果我说spaceship的x等于world position的x 然后spaceship的y等于world position的y 然后spaceship的z等于world position的z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什么效果啊 啊 现在现在你看就是对他这个他这个坐标换算是换算成功了对不对 你看啊就是就是我现在鼠标在屏幕上的什么地方 然后呢就是我现在lingo3d就会把你的鼠标的坐标就是直接给换算到这个世界上 但你看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就是我这个飞船好像他的这个跟跟其他的几个飞船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不是 好 我怎么可以把这个飞船往就是往视视野的中心去推对吧 让他让他跟我设下这些敌击在同一个平面上呢 所以你就看啊 就是说这个client world还接受第三个参数 这第三个参数是距离 就是说你让他想离他就是离你的视角多远 所以你看如果他默认是500对吧 500就是现在这样 要改成1000你就会发现他他就往里面走了一点 然后你把它改成2000 好 他就又往里面走了一点啊 好像现在还差一点啊 我感觉差不多了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东西挺玄学的 就是到底对上了没有 对吧 我也说不清楚 所以我可能还得把这个lingo editor拿回来 就是有编辑器的话 你就可以从侧面来看 你看啊 好像是差一点点啊 没有完全对上 是不是 可能再往下走一丢丢就好了 OK 你看那我就来个2200 可能差不多就对上了 哎呦 等一下 把这个 这样强制刷新一下 好 OK OK 差不多 现在这样是对的 好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lingo 3D里面 我们的这个基础单位是0米 就是这个可能 当然这个这个是我早期的时候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些一些这个思考吧 就是说正常的3D设计软件和3D引擎里面 它的这个单位都是米 都是以米为单位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x加1加2加3 就是它每动一下 每动一个单位 它其实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模型 在屏幕上移动的这个距离会很大 然后呢 就是当时我就有点受不了这一点 就是因为我其实那个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屏幕坐标 我比较喜欢屏幕坐标 屏幕坐标就是它是它单位是像素嘛 对吧 所以就是每次加1加2加3 就是它移动的这个单位是很小的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当然这个决定呢 就是到底科不科学合不合适呢 其实也不一定科学 但是呢 现在我这个我自己已经自洽了 所以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早期的时候确实很痛苦 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坐标的单位都是都是厘米 所以你看你这里2200厘米 它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实际上是这个 对它是厘米 它不是米 对所以你会感觉在这里用的数字比较大 对然后像你看下面的这个 像这个XYZ对吧 这个X它用的是这个 比如说287 这个是287厘米对吧 其实就是两米 然后还有啊 就是我这里还有一个可能跟正常的这个3D引擎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正常的3D引擎 它的角度 一般来说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radiance 然后我这里用的是degrees 就是我是角度 但是一般的3D引擎可能会用弧度 就是一般的3D引擎 它的旋转X旋转Y旋转Z 它可能是用π来做为单位的 比如说 我这里写180度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引擎 它可能会需要你写mass.π 对吧 我是感觉就可能就是大家的思维方式 就是用弧度来思考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会没有那么直观 所以我这里还是直接采用的是角度 所以rotation的话就是说 这个180它就是180度 就是180角度 它不是弧度 OK 好 这两个特点就是跟大家讲 讲明白了 讲明白了以后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 快速的来 就是 对 OK 反正没关系 这就是我这里是给大家看的是 一个小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就是如何用这个Lingo3D的编辑器来 搭建 那个一些一些小场景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些更加复杂的例子 对 因为毕竟就是说 作为一个游戏引擎嘛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就是gameplay system 就是像这个unity一样 是直接集成好的 然后呢 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角色系统 像这个character 然后呢 就是 还有就是物理空撞啊 这些都是属于游戏引擎该带的功能 我们都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 啊 这部分OK了 对吧 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其他的 就是比较比较复杂一些的例子了 OK 好 同学们 那我们继续了 所以 你如果去我们的官网上 就是基本上就是Lingo3D 就是这么操作的 然后呢 其他的你就可以去看例子了 你看啊 比如说你去lingo3D.com 然后呢 去官网上 比如说啊 嗯 像我们这里面有一些 这个 像这是一个 NFT gallery 对吧 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 所以说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系统 都基本上展示的比较 比较完整了 然后呢 就是 首先这个角色系统呢 然后呢 它是 现在还在迭代啊 现在还不是完整版 这个角色系统 它现在不支持 这个谷歌重定项 所以说 你要往上面绑别的角色的话 我一会儿会给你们看 怎么操作 好 就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吧 就是说 里面有些艺术品 你是可以看的 比如说你去聚焦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结构 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下载下来看一看 嗯 好 我们现在 就是去这个 把这个代码 下下来瞧一瞧 好 然后你去这个 点这个react github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 就把这个代码 download zip 就好了 好 然后就是 这个场景 我可以给大家 就是展示一下 我们最近的一些 当然这个 现在可能有坑啊 同学们 就因为因为我是最近刚刚更新了2.0版 然后呢 这个 现在的这些例子都还没有跟到2.0版 所以我先把它载进来 我看还有没有问题 大概率不会有大问题 看看啊 好 好 这个例子下完了 对吧 我还是同样的先装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的结构啊 嗯 就是这个里面 基本上就是注释都写好了 reload一下 放完需要reload ok 对 就是 啊 对 好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有一些代码 这个兼容性问题了 是这样的 同学们 你们要是去下载这个例子代码呢 我会争取在 这个 今天 明天把这些例子 全部更新到2.0版 但是现在呢 就是这些例子 它有一些就是小小的问题 你看啊 比如说这个types 我把它先删掉啊 就是你看 基本上看到 看到有问题 你就删掉就好了 对 看到有问题的 啊 这个 这个可能types写住 types改成lingo了 然后这个types.dummy 改成lingo.dummy了 好 我可以 就是 我可以这样 我把这个 现在这个代码看着有点复杂 我把它 都删 你看 就是你们可以看 就是这个代码里面 比如说这儿是这个预加载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呢 它是有这个preload的 就是 你看啊 就是 你看我们这些例子 它都带这个预加载 就是你点进去的时候呢 它其实有 有这么一个加载的进度条 然后呢 这个对于 这个预加载 还是就是同学们 你们要是 就是游戏要上线之前 尽可能的还是 都把这个预加载都做一下 因为游戏的素材都比较大 它比一般的网页要大很多 实际上就是 对于很多网页来说 即便是有什么很大的内容 你就 用一个简单的转圈圈 对吧 用一个 用一个这个spinner 就可以解决 但是在游戏里面不行 游戏里面是这样的 因为素材 比较大 所以它加载时间 一般来说 就是 是十秒到半分钟之间的 然后呢 这个对于游戏来说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去看一下 你就 下一个原神 原神 你在每次进入游戏之前 它也会差不多 有那么十几到二十秒的加载时间 就是这个对于游戏来说 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一定 一定要把这个 加载进度条给做了 因为就是 对于玩家来说 他光看到你 一个转圈圈的spinner 他看不到进度 他看不到30% 50% 100% 对于他来说 他是不确定的 他不确定是在于 他不知道你这个游戏 是不是卡住了 他不知道你这个游戏 是不是坏掉了 所以 所以就是 你要是有这个进度条 并且这个数字 一直在走 这个时间给玩家 他是一个心理安慰 就是他知道 是正常的在加载 然后呢 我们是做过实验的 就是对于玩家来说 没有这个 加载进度条 没有这个 加载进度条的话 就是玩家会 就是觉得 加载时间非常长 对于他主观体验来说 他可能觉得 自己等了一两分钟 但是实际上 他只等了十秒 对吧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 这个加载进度条 然后呢 这个玩家才会 耐心的等下去 好 然后这个 加载进度条的代码 实际上是在这个 这个例子的最下面 对吧 这个可以不要了 可以删掉了 那我先把这个项目 给删的简单一点点 现在这里面东西有点多 好 比如说调整这个 根据手机 去做自适应啊 什么的 这些代码都在里面 这些我都可以不要 全部可以删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改成 然后 键盘 键盘控制留下来 键盘控制留下来 然后呢 我把这些 这些都删一些 这些都删一些 好 然后呢 啊 艺术馆模型 这个也都删一些了 这个也删掉 把它删到最简单 最简单版本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项目结构 好 角色模型 然后最后还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怎么去 加载一个你自定义的人进来 转性也不要了 转性也不要了 虚拟摇杆 虚拟摇杆也不要了吧 现在就在电脑上 对 这个是手游上 才会需要用到 OK 好 所以就是 这个项目的 超级简单版 对吧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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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版 它就大概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先来升级一下我的依赖 看一看 我等一下 等这个依赖升级 然后你保存一下 OK 好 所以这个项目的结构 就很清晰很清晰了 就是上面的这块代码 上面的这里的这块代码 这里是wsd键盘控制的 这个代码就很简单 所以你看 还是 我是把这个dummy dummy就是我们这里自带的角色系统 这个角色系统 就是 你看 它就是一个自带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 你是可以换皮肤的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 怎么换他的皮肤 然后呢 就是 这个自带的人 我也是同样是把它ref出来的 所以你看 它顶上 有一个dummyref 对吧 就是跟我们刚才那个小飞船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是ref出来 然后是用 传统蛋白来控制的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从lingo3D里面 是导入了一个keyboard 然后是在use effect里面 导入了一个keyboard 然后这个keyboard 是键盘按下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去看 说有w键的话 然后呢 我就会去修改 dummy的strike forward 就是strike forward 控制的是这个dummy 往前走的步伐 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然后呢 对 就是上面的这个 这部分蛋白 就完全是控制角色 wsd前后左右走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场景的结构了 所以首先还是这个world 对吧 这个世界 世界下面 然后是这个 这个艺术馆的模型 这gallery.glb 就是我们这个场景的模型 然后这个场景的模型 它的物理 物理属性是开到map 就是意思就是它的物理碰撞 就是它的模式 是在地图模式下面 然后地图模式呢 就会导致这个场管呢 不会往下掉 因为你知道吧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你打开物理 它就会自动开始 就哒哒哒哒 就开始往下掉了 对吧 然后除非它是 模式是地图 地图的话 它就不动的 在空间里面是不动的 好 然后之后 这个里面呢 就是地图 加的完了之后 下面是一个第三人称相机 然后第三人称相机呢 是打开了鼠标控制 打开了这个 对 这个几个模式 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第三人称相机里面 是包着我们这个假人的 这个dummy dummy就是假人 好 第三人称相机里面 包着这个假人 然后假人呢 它的物理是开到角色模式 好 角色模式它也有特点 就是角色模式 就是它不会倒下去 它就 因为人一般都是直立的嘛 对吧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就是下面就是一些 它的XYZ啊 然后一些画面的属性 一会儿这些属性 都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可能可能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就是 这个项目没有升级到二者明白 问题不大啊 对 是有点问题 对 确实是有点问题 像这个地板啊 什么的 好 我现在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画面的 这个 风格吧 好 然后呢 我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我还是第一步 还是先把LingoEditor 弄进来 LingoEditor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 这个模型啊 你看这个模型上面呢 有几个属性 看看 OK 对 最新版的这个贴图有点问题 我可能晚点还会去修一下 好 然后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这个场景啊 如果我把它这个setup给删掉 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完全默认的 就是不打光的情况下 它其实这样 就是不太好看的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 给大家大概展示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怎么去打光比较合适 OK 然后呢 所以说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一般来说 我们打光 我们会采取 就是 一种叫做HDR的东西 然后这个HDR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说有一个网站 叫polyhaven.com 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 好 polyhaven里面呢 都是那种环境 我们叫 叫 叫environment map 环境贴图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 你要是到了这个polyhaven.com 你去点它这个HDR 对吧 就能看到 它这个里面有各种环境贴图 然后呢 这个里面就分类别啊 分这个室外的 然后呢 分这个 就是 比如说天空 对吧 各种天空图 然后呢 就是这种 这种图呢 它有两个特性 就是第一 它是360度环绕的 对吧 所以你把它给包到一个天空盒上 它就会把你整个天空 给渲染成这幅图的样子 然后第二呢 说这个文件格式啊 你看它的格式是HDR 然后呢 HDR就是一种 特别有意思的文件格式 就是因为HDR的话 它其实 非常亮 然后如果你的屏幕支持HDR 你会发现就是 在支持HDR的屏幕上 上面的这个太阳 它的亮度 其实比正常的白色的 屏幕上的区域还要亮 就是 所以就是 视觉上 它的这个冲击力很强 对 所以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环境贴图 都是这种HDR格式的图片 然后我这里呢 其实我已经是 这个项目里面 已经下载好了一个HDR了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项目里面 就是下载好的HDR是 是这幅图 这个env.hdr 我不确定 Windows上能不能打开这种图片啊 但是就是在Mac上 就是你直接双击HDR图片 是能打开的 好 所以这幅是我用的HDR图 然后这个图怎么用呢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当你把你的模型 和你的人 还有这个相机 都已经放好了以后 对吧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世界上 有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 天空核 对吧 你看现在没有天空核 所以是黑的 对吧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天空 首先给改成我的这个 env.hdr 好 你看就是这种 360度旋 就是环环20的天空 但是还有 就是HDR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用来打光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图里面 其实是有阳光的 就是它是有一个太阳 大概是这个方位的吧 所以如果说 你想让你的场景 能够就是反映出来 这个天空里面的阳光 就是照射的这个效果的话 它这里你就可以把这个 environment 也改成 你看 就skybox上面 skybox上面有一个 environment环境 也改成m.hdr 好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场景过曝了 对吧 然后呢 这里你现在有两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 把这个默认光给关掉 上面有个default light 对吧 就是我们场景 自带的默认光 你调成false 默认光给关掉 所以这个场景 就是现在完全是用这幅图 用这幅HDR的打光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 其实是有一些画面效果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人 对吧 我们要是想调整 它的金属感 想让它更反光 然后你就点下这个人 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3D开发里面 就是 现在的材质 我们都叫做PBR材质 然后PBR材质里面 有两个属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是金属度 控制材质到底是 有多金属度有多强 对吧 还有一个是它的粗糙度 就是粗糙度越多 就是粗糙度是这样的 粗糙度越高 它就越像一块石膏 然后粗糙度越低 它就越像光滑 越像大理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 就是这个人 我想让它更多的 就是变得金属感很强 对吧 我可以点中它 然后我可以 去调整它的这个 Metalness 就是它的金属度 好 金属度越高 它越黑 因为这个东西就像黑铁一样的 对吧 就是越高 它就越黑 就越像铁 对吧 金属度调高 然后同时呢 粗糙度降低 你看基本上它就 就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它就能反射出 我们的刚才的 这个环境铁图里面的 就是比较 比较高筋的一个反射的效果 对吧 然后你的场景 其实也可以这么处理 你看 我要是点击这个场景的模型 同样的也是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粗糙度给降低 然后把金属度调高 但对于场景来说 你这么调 它也许就不好看了 对吧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个美术呢 大家可以酌情的自己去控制 好 然后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最近还新增了一些 就是画面的特效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调整 就是 在世界 同样是在World上面 对吧 我们有几个特效 就是一个是SSIO 玩游戏的同学 可能都知道 这个SSIO是环境光遮臂 你看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效果开不开 有什么区别呢 就你看这个这个场馆 对吧 地面 像这个艺术品 和我们的地面接缝的地方 你把SSIO给关掉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影子就消失了 所以SSIO 它打开和关上 它模仿的是 就是那种阳光打不进去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正常的这个场景里面 都会就是在墙角接缝的地方 都会变暗 这是一个正常的物理效果 但它只是说 这个它是一层 就是我们叫post processing 是一个后期处理特效 所以说它不是真实的光影 它是在接缝的地方 图了一层阴影上去 对吧 但是这个打开了以后 其实就是说 就是对于某些场景来说 它的立体感会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还有一个是SSR 就是屏幕空间反射 所以你看打开屏幕空间反射之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场景呢 它就是粗糙度比较低的地方 它自然的就会去反射到 就是反射出周围的这个画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这个模型 现在如果说我再去调它的粗糙度 你看这个场馆 我把它的粗糙度再降低 就是你会发现粗糙度越低 它这个反射的就越厉害 对吧 当然在这个因为我们这里 实际上是一个室外场景的吧 室外场景它本身就已经有这个HDR打光了 所以说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如果说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 如果我加载一个不一样的场景进来 好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编辑器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小功能 就它实际上是可以这个 去打开电脑上的文件的 然后呢 就是它这个按钮在这儿 这里长得像文件夹一样的文件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去把它指向某个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文件夹里面 全是3D模型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夹指向你的 那个3D模型的文件 然后呢 比如说我去这个 我这里有一些我自己的测试 测试的这个 模型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测试模型在这里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场景 等一下 我可能还没法从这儿打开 小等啊 对因为我这个场景里面已经载了 这个HDR了 我那个场景也有HDR它两个有点冲突 来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场景呢 就是一个室内场景 然后这种室内场景 其实SSR 就是屏幕空间反射和SSL 就是屏幕空间环境光遮蔽 这两个特效 渲染出来会带来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你看如果说这个场景我把SSR给关掉 然后把SSL也给关掉 你看它其实是很flat的 看上去很假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确实打开这个SSR和SSL 其实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就是对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迭代的一个功能 就是反射 然后我们这里呢 其实是有多种不同的反射的 就是SSR是一种反射 然后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种啊 就是另外一种是基于这个CubeMap 就是基于比较类似这个环境贴图的一种反射的方式 然后这种就是高清反射 然后呢 比较适合就是 比如说你的 如果你是一个像车展 你的车需要渲染到很高很高的精度 对吧 我们是用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模拟出类似光锥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场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场景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是我这个车展的这个例子啊 你看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默认呢 这个场景它特别简单 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里面只有一个 它只有一个这个真正的光源 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其他的这些环 它都不是光 它都是一些 它都是一些这个 自发光物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拖一个Taurus 就是你拖一个这样的这个环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环 你可以就是它底下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叫emissive 你把emissive打开的话 它实际上就不受光影影响了 对吧 然后你的这个颜色你可以随便改 就是你这个颜色你改成红色 改成黄色什么都可以 它不是真的在发光 它只是说 就是让这个物体完全不受影子影响 所以你感觉它就是像是一个自发光物体一样的 好 然后呢 如何让一个模型可以反射出这个自发光物体上面的这些 这些这个纹路呢 就很简单 就是你选中这个模型 好 然后呢 我们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用SSR 你看 就是用刚才的SSR SSR勾上了以后你能看到有一些反射对吧 就是所有的这些光的一些反射的效果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试着调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调整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把画面的曝光可以再调高 然后呢 我们这个车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底下几个参数 你都可以自己去调一调试试 对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调出来的 就是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 场景要做的好看 最重要的就是在里面去调各种参数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传统的这种3D美术啊 其实它很坑爹的 就是说 就是好的效果全靠调 就是一点点慢慢调调出来的 对 所以就大概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引擎里面的一些特性吧 然后呢 对 就是最后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部分还没还没走到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是 我们要来想办法把这个人 给重新绑个谷歌 加载一个自定义的人进去 然后呢 你看啊 行 就现在是 这个人是个机器人 对吧 如果说我想重新 加载一个人上去 我该怎么办呢 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可以去Mixamo 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几个网站之一的吧 一个是这个SketchFab 这是 一个是Mixamo 然后Mixamo的话 你看你登录一下 它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加载角色 然后帮谷歌的一个网站 哎呦 不对不对不对 回去 不是用Apple 看一下 能进得先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Mixamo这个网站呢 它里面是有很多这个默认的角色 对吧 这些都可以用 这些都是 比如说你看 你要是选这个角色 这可能需要翻下墙 这些网站 SketchFab Mixamo什么的 大家都最好翻下墙 因为就是网速实在是不够快 看看比如说 或者我再换一个 比如说就 对 随便 都无所谓的 就是 那个 你可以选择用 用这里面这些人 当然你 你也可以选择把自己 就是如果说你们自己有美术 对吧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人 传进去旁谷歌 我给大家看一下 自己传 传文件进去是什么感觉 你就点这儿 你可以点这个Upload Character 好 你就可以上传一个角色进去 然后呢 我这里就是 我们公司 其实自己有美术啊 所以我们这里是有一个 这个 这个模型 是我们正在自己内部研发的 一款游戏的女主 然后呢 这是个白模 看看我这里应该是有绑好 对我这里应该是有这个 T-Pose 对 这个还是白模 没事 我就用这个白模给大家看一看吧 就是说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是Glb了 OK 对 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其实没关系 我就是那个 先给大家用这个白模看一看吧 就是说 这里就 同学们这里就比较麻烦 就是这里还就有一个坑在这儿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我极度极度不推荐使用FBX格式 然后呢 我们之前其实落地过几个比较规模表大的项目 其中一个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元宇宙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FBX的过程中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兼容性啊 然后呢 它的运行的性能 然后很多时候在一些老的手机上 比如说iPhone7 iPhone8 FBX格式的这个模型多了 它甚至会遇到崩溃的现象 所以就是极度不推荐使用FBX 但这里就有个坑 这坑就是说 Maximal这个平台比较老 所以它只支持 你看它支持的格式只有两个 就是一个FBX一个OBJ 都是超级超级超级老的这个3D模型的格式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 就是这里 就是大家只能说 如果说你的模型的格式是GLB 你可能得先把它导入到Blender里面 然后呢 用Blender导入FBX 然后呢 这个FBX呢 就拖到这个 你看你就可以拖到 Maximal上 你可以上传进来 然后在Maximal上可以绑谷歌 有同学问我 这个软件叫什么 对吧 这个软件叫做KVYDR 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KVYDR 就是用来看模型 你方便的 你必须吓一下 免费的 OK 好 我们继续了 所以说 你看这个模型传进来了以后 就是这样的 对吧 白模 没关系 我们继续啊 然后它就会让你 就是说去 就是这第一个点 是要拖到Chin 就是下巴的地方 然后是Wrists 手腕 Elbow 这个 手肘 对吧 Neese 膝盖 然后Groing 胯部 对吧 OK 好 都选好了 你点Next 你开始计算 这个模型的骨骼 它就会帮你绑定好 挺好用的 很香 然后 同学们 广谷歌 我也给你们推荐一个 Alternative 我差了啥 对 有的时候 它会算不出来 我有遇到过的 对 同学们 我再给你们推荐 还有一款软件 但是这个只有在Windows上你用 给你们看一看 这款软件叫做 看看啊 嗯 啊 好 同学们 你们就是 你们可以 就是自己也可以去试一下 还有一款软件叫Acuric 叫这个 Acuric 就是它的功能 跟这个Mixmo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用法也一样 就是你选择几个关键点 然后它帮你绑谷歌 然后绑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用它里面的动画 然后呢 这个它的功能 跟Mixmo 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但是 很多时候 比Mixmo要稳定 就是很多Mixmo 绑不动的 这个绑不了的模型 它都能绑 对 这个也非常不错 而且也是免费的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款软件 会免费多久啊 所以就是说 你们用的时候 也小心一点 就看看它的license 所以有可能 现在免费 未来某一天 就不免费了 但是现在 现在是免费的 现在可以随便用 很赞 很香 这个叫Acuric 好 然后呢 我们看看 这里绑定成功了没有 还是没绑成功 对 我跟你说 就是同学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 Mixmo就是有时候脑抽 对 就是你们这个就 随缘 这是必须得随缘 没办法 但是Acuric Acuric就是基本上 可以保证可以绑好 但是这个只支持Windows 所以我现在在苹果电脑上 我现在没办法展示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 女主角的那个模型 其实是我们用Acuric绑的 对 你们要是有Windows PC的话 就是强烈建议这款 就下载它来试一下 但是这款软件也是 它只支持FBX 就非常讨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FBX 这就是如果你们要使用的话 最好还是把你们的模型先 就是转成FBX 然后在里面绑好了 绑好了之后呢 再扔到Blender里面 再转成GLB再转回来 就是有点麻烦 很繁琐 但是这样是 其实对于在web上运行游戏 是最友好 性能最好 然后呢 效果最好的方式 对 就是你要转两次 就绑谷歌之前 先转成FBX 然后绑好了之后 导到Blender里面 再导出成GLB 然后再放到web上 OK 好 然后呢 那没事 这绑不动 我就随便换一个模型了 就换一个大头吧 就换一个大头 好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你绑好了 对吧 你的这个模型 就会进到这里面来 然后你就可以点Download 我就可以下载 这个大头娃娃的 这个T-Post模型 这个T-Post就是说 它的这个双手睁开 像个T一样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之后就是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 可以 给它找一个走路的动作 说Running 你在这里 查这个Animations 查Running 好 这些动画都不是通用的 同学们 所以说你们要是换了角色 比如说角色的比例 非常的不一样 对吧 你就需要重新去生成这个动画 好 然后所以你看 就是这个跑步的动画 我可以 我可以随便选一个 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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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你看 它会不停的往前走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 我们不想让它往前走 你需要把这个In Place 勾上 它就在原地跑 OK 然后点击这个Download 然后这里 我就只需要 这个动画骨骼就好了 所以这个With Skin 把它换成Without Skin 我不要那个皮肤 我只要这个骨骼 好 然后之后 我还需要 站立不动的 对吧 站立不动叫Idle 就是这种 休息状态 然后这个休息状态我也是下载 然后下载的时候也是Without Skin 不要皮肤 所以我们现在同学们其实我们就从这下载了三个模型 我们下载的这三个模型呢 就是说呃这个角色本身对吧 这是站着不动的 就是T pose对吧 然后之后有两个一个是跑步的动画 然后一个是站着不动动画对吧 然后呢如果说你们是用Maximal绑的话下下来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你们用就是你们用这个用Arcureg去绑其实流程也是一样的 就他也是他也是需要导出三个文件给你 就是他需要导出那个T pose的模型给你 然后他需要导出就是两个动画 就是这个动画Arcureg里面也是全部都是自带的 然后就是他需要导出两个动画给你 一个是跑步的动画 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着不动Idle的动画 对流程都是一样的 只是两款不同的软件而已 对你们可以自己有Windows PC的同学去 可以去玩一下Arcureg 这因为这个东西技术做的比Maximal好 因为他更新嘛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推荐大家是用Arcureg来绑 Maximal经常会老抽风 好那么这三个模型我下载好了对吧 我怎么我怎么用呢 你看我就把这三个下载好的模型 我都复制到 它不得文件夹里面去 到这里来 好然后呢你看这个我就可以把名字改一下 我这个就改叫boy对吧 boy.fbx 然后呢idle就站着不动.fbx对吧 然后running 这个idle然后running 跑步.fbx对吧 好然后这三个动画 然后之后你看我就可以回到我的代码里面来 你看我就可以 先就是这个dummy对吧 dummy就是这个假人 我就可以说他的src就是他的这个文件 是这个boy.fbx 保存一下 再来看一看啊 哎我这个 关口是3000好吧 相机换上去瞧瞧 对你看这个boy就进来了对吧 这个长得有点丑啊 我先把他的这个roughness和medalness都去掉 ok 啊这样我现在不需要这个编辑器了 我把linggo editor去掉 发现一下 啊就不会不会长这样对吧 然后我想让他这个走路对吧 所以你看我就需要把动画定义一下 你看这个 我就可以说src下面我可以写他的animations 动画 动画它这里面就是首先我们要替换掉的是一个idle 就是站着不动的动画 所以就是idle.fbx 就我们刚才下载了三个文件对吧 一个boy 然后一个idle的动画 一个running的动画对吧 还有一个running对吧 running 是这个running.fbx 好 如果你有别的动作 你也可以在这里加来进去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boy有一个 嗯开玩笑啊 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party游戏对吧 它要鼓掌claping对吧 你可以在这里定义 claping是这个claping.fbx 这里这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动画都载进去 然后怎么控制呢 就是控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 你看啊 如果你说animation 它这是有两个animation是负数的对吧 animation是单数 你看animation等于idle 它就会播放站着不动的动画 animation等于running 它就会播放这个跑步的动画 然后animation等于claping 它就会播放这个鼓掌的动画 就取决于你载了哪些进去对吧 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做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让这个角色来 把这个动画载进去 好了 可以了 就是这就是你怎么可以把这个dummy 给替换成你自己的版本 对 这个例子我到时候还得修一下 因为这个例子没有更新到最新版里面 是有一些就是贴图的兼容性问题 然后呢 我争取 争取这个 今天明天把这个事全干完 然后 对 好 那就是关于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看看啊 我来看一看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面部表情绑定 这个是现在没法绑 现在好像还没有网站干这个事情 这挺难的 我后面也会就是持续抵戴这一部分 但是现在是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OK 然后 看看啊 嗯 同学们 这个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吗 像炫武需要多个动画 按一定顺序一个一个播放 这个OK的呀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你看 假设你知道有一堆动画对吧 就是idle 假设你有idle running的话 你看如果你有三个三个五的吧 dance1是dance1.fbx 对吧 然后dance2是这个dance2.fbx 对吧 特别简单 就是说你就直接 你说animation animation你就直接把它 你可以传一个数组进去 然后这里你就可以是先 先dance1 然后再dance2 他就会按照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这个播完了之后 播下一个 OK 3D tiles 这个不支持 就现在我们还是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真的 你在3D上面能做的东西太多了 我靠 那个3D tiles 就属于这个数字乱生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游戏 这件事情做好 就已经搞得焦头烂额的了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可能下面一个月 就是主要做的工作吧 就是这个 我下面一个月 主要的目标是 一个是动画编辑器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动画呢 就是全部是依赖于这个 Miximal 然后导致就是很多时候 就我现在 因为我们公司自己来开发游戏嘛 然后这个体验可能就是 到时候发布了以后 也请大家一起来玩一玩 然后我们这个游戏里面 它是一个剧情 是一个narrative 剧情驱动的游戏里面 有很多的过场动画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用Miximal 然后呢 里面那些动作就没有办法 就是满足我的这些过场动画的需求了 还有包括里面的一些相机的机位 运镜啊什么的 然后呢 都是你用代码去干 你是基本上干不了的 你会把自己累死 这些都是需要动画编辑器 就是基于 就是有那种时间轴辑器的动画编辑器 所以下一步是 就下一个 就是到11月中旬的目标 是这个动画编辑器 然后对 就是动画编辑器 这个怎么控制动画的播放速度 我看看这有没有 也许有 我看看 这个属性 这一版里面还没有 但是但是下一版里面会有的 就是我这两天 因为现在这个2.0版还在清理 对 这个下一版里面是有一个 这个 就是animation rate 1是正常速度 然后0.1是0.1倍速播放 然后2是2倍速播 对 但是这一版里面还没有 对 这一版里面就是animation的话 就是你可以 你其实可以用那个 用react自己的这个 嗯 动画提示来看 对吧 你看你要是把animation 它这里面就是animation 然后它现在 现在是有animation pause 就animation pause 这样的 调成true 它就是暂停了 调成false 就是不暂停 对吧 还有这个animation repeat 然后呢 看看啊 这个animation repeat 它的类型是 瞧瞧一点啊 对 true就是 就是重复播放 然后呢 false就是播放一次 然后就停了 然后如果说 它的animation repeat 是false 就是boice就停的话 它还有一个就是回调 是onanimation finish 播放动画结束了之后 它会触发这个onanimation finish OK 然后 对 然后我就继续讲 就是到11月中心之前的目标 最大的是这个动画编辑器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的游戏需要用 就是我们过程动画都需要用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 粒子效果 对 然后然后就是 粒子效果 当然这个不是大目标 这个可能就是未来几天就会赶 这个是 也不叫粒子吧 就是我们是最近在集成一些shader 然后这个shader就是说 会有一些很好看的这个 画面的特效 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些 比如说 新的玩家进入场景 对吧 它不能棒一下 就是像魔法一样进来 能看着很恶心的吧 所以我们是准备加一些像dissolve dissolve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玩不玩游戏 就是萨尔达荒野之息 每次你打完一个 你打完一个那个迷宫 然后里面就会 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像木乃伊一样的家伙 然后坐在坐在一个 坐在一块 就是就是能量罩后面 那个能量罩会啪一下碎掉 对吧 然后碎掉之后 那个碎掉的那个片就会 就是像化掉一样的消失 这个是 在游戏开发里面 也是一个常见的特效 叫dissolve 就是我们下一步集成的那些特效里面 就会有这种常见 像dissolve这样的特效 对 然后 就是 同时呢 就是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 未来的这个 目标吧 就是十月中心之前 就是动画编辑器 然后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物理引擎 到十一 大概也是在十一月的时候 会整个全部 全部会更新一次 因为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引擎 现在是比较精神分裂 现在它的状态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我现在这个里面 其实它是两套完全物理 不一样的物理系统 好啊 好 就是我们这里面 有这样的一套物理 嗯 这样啊 缓 我改成 也比较 改成也改成996 好 然后这个东西 我要是把它的这个 Physics打开 然后呢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反正再画一个 Cube它上面 Cube Color是red 没出来啊 看看啊 OK 然后它的Y轴是300 这个要手动发现吗 OK 然后 这个我要是把它的Physics打开 这个对 是有是有点问题 对就是就是啊 对 我这也是是有问题了 对 没关系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下一版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呢 它比较基础 就是它是只能用来 就是做地图和角色的碰撞 但是呢 我们到了11月的时候 会把这个东西呢 和就是 我现在还在选 就是我现在有几个option 就一个是继续用canon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这个 就是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物理引擎 用Rusty的 还挺牛逼的 叫做 想想啊 那个名字叫什么 突然记不起来了 想想再告诉你们吧 对 反正是这样的 就是说 像那个传统物理引擎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里面其实是有集成的 但是呢 就是呃 它能实现的效果 就比较比较 比较 fancy嘛 就我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我这里 呃 我们自己有一个业务啊 是做这个 少儿编程 教小朋友开发游戏 然后我们这里面很多课 其实都是用了 这个 传统物理 比如说 像这个保龄球游戏 对 就是你看它这个物理反应 就比较复杂 对吧 就是你有质量的物体 你能发射 然后你能把东西击倒 我真的 我是游戏黑洞 啊 OK 对 然后呢 还有就包括像这个 对 就是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引擎 很精神分裂 就是说 呃 就是它的角色模式 和它的这个传统物理模式 它两个东西 之间是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关系的 然后呢 你要是使用这个角色和地图模式呢 它就等于是没有办法触发传统物理 然后你要是用传统物理模式呢 它就没有办法计算复杂地图的碰撞 我们在11月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重大的工作是会把这两套系统结合在一块 就是这个传统物理和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和地图的物理碰撞 我们会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会把就是现在的这个系统 检测到的碰撞里面的这些向量给 就是传到传统物理引擎里面 就是要么是Canon 要么是这个GV Rust那个 我现在还在选 然后呢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了 就是你既可以有复杂的地图 同时也可以有复杂的物理 然后之后再做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 比如说刚才那个保龄球对吧 你用我们现在 现在这一版你只能做保龄球 因为那个地板必须是平的 它没有办法说 我去检测复杂地形的碰撞 但是我们下一版物理叠大好了之后 你就不光可以做保龄球了 你可以做高尔夫 就是突凹不平的这个地形 然后呢 像包括包括就是有一些像这个 就是吃鸡里面 其实是有复杂物理的 对吧 就那个你可以跳伞 然后呢跳伞了以后 就是同时呢 它这个地形也很复杂 对吧 然后呢 它那个汽车 就是车轮和这个复杂地形之间的 这个交互 对我们是 就是把这两套系统整合在一起以后 就是这些玩法都可以实现了 现在还不行 现在的话就是角色和 角色是一套系统 然后复杂物理是一套系统 这两个东西是很精神分裂 OK 我看看啊 目前可以热更新吗 可以热更新 可以热更新 然后 这个 有时候会穿模掉下去 是现在这套物理引擎的bug吗 是的 明确 明确是的 然后呢 这个view组件跟lingo3G的结构 其实 我们在b站上面 是有一些视频教学 然后呢 这个你要是在bilibili上查lingo3D的话 我们有很多 这个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特性呢 其实它基本上在我们b站上面的视频教学里面都有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一集对吧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如何使用鼠标移动 这个是鼠标移动 就是你在屏幕上点了 对 对 然后 然后 我们b站上的这些教学都是用view写的 因为view的这个受众群体比较大 对 但是 那个 我自己比较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react 然后 自己写的时候 就是一般来说是会用react 哦 共享掉了 共享掉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在bilibili上面 ok 就是你在bilibili上去查lingo3d的话 然后我们有一个官方账号 ok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会 有 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基本上设计大部分内容这里面都会有 然后呢 里面还会有一些今天没有涉及到的 比如说 像这个做人的工具 对吧 做人的工具还有一个叫Vroid 就是他生成出来的是那种二次元风格的就是二次元老婆 这个这个也也很也很popular 也很popular 因为这种风格的角色 你看就是原神风对吧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就是实际上这种这种虚拟人的软件蛮多的 就是你有很多的这个option 你看我我这个也是 就是就是就是基本上用那个生成然后Blender处理一下然后是扔到Mixamo上去绑谷歌 然后绑好了以后反正引擎里面也是就是直接扔进来就是跟刚才的用法是一样的 对所以所以所以然后然后就是我们在b站上的这些教程呢 基本上都是用view的 所以大家要是不喜欢react 可以去b站看一看 ok 好嘞 那么那那插我看看啊 对不同的人好像fbx动作文件不能通用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个现暂时没有办法解决 暂时的话 你就是不同的人你得加载每个人得有一套自己的动作 然后这个其实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坑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要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的话 他可能加载速度就会变得很慢了 因为每一个角色都需要这个就是需要需要专门去搞 需要专门去搞 不支持写shader会不会很麻烦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tune就是有个属性叫tune 就你的模型上面写上tune的话 他会自动改成三选二 对刚才刚才可以看一下 就是刚才刚才这个例子里面 对我们是把一些常用的都都已经打包在里面包好了 就是很多时候 嗯 能cover大概能cover就是大部分的这个use case吧 然后现在主要是这个 看 就就比如说啊 就比如说刚才刚才这个虚拟人 就是他在vroid里面是是这样的对吧 就很可爱的吧 二维的 但是你看你打到mixamo里面就变成三维的了 但是你看你打到mixamo里面就变成三维的了 他他他默认的时候加载进来是这样的对吧 默认默认的时候也是也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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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的对吧 但是你把tune写上去了以后 你看就是可以写一个就是这可以写个tune tune写好了以后他就会给改成 跳到最后吧 这太难找了 他会改成这种风格的 OK对 这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基本上还是够用了 对然后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人 然后fbx动作文件不能通用 这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我们叠大路径里面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是花过一段时间去写这个 他叫叫animation retargeting动画成定向 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些有一定的成果 但是呢就是他那个效果有点尴尬 就是你说能大概看出来是生效了 大概是能看出来 但是现在就是不同的骨骼 然后呢绑到不适配的人身上 他就是反正会很看上去还是很激情 所以我们这个功能也是 现在是准备叠大好之后再放出来 但是呢这个我们可能会留到下一步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 动画编辑器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动画编辑器了 其实很多这些问题都不大 就是因为你就是角色的 比如说很多动画你都可以自己设计了以后 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跟mixmo绑得那么死 就不一定所有动画全部来自mixmo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首要 就是首要的点弹目标就是重中之重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像这个animation retargeting 就是动画重定向这是下一步 动画重定向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就像刚才我们Sara同学提到的 就是不适配的谷歌 比如说我有一个两米高的人 对吧 他的一个动画 然后适配到一个1.5米高的人的身上 那个人就不行了 加点进去完全没有反应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他谷歌的那个名字也不一样 很多时候根本就不会有反应 对然后这一部分呢 是就是Unity和Unreal Engine 都有完整的animation retargeting 就是动画重定向系统 然后我们这里未来也会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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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学来分享了一个半小时 超精彩 OK OK 行 好的好的 你关一下什么 对所以今天可能讲到的很多的工具呢 它其实就是 就是大家用3GS用Barblown都可以 其实这些工具都是通用的 然后呢 就大家还是酌情使用 然后就是反正游戏开发嘛 然后呢 尤其是在web上的游戏开发 是有一些这个最佳实践 然后 可能就是我这边做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把这些最佳实践给 就是打包在一块 然后让就是 就比如说像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这个动画 就是预加载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之前就遇到过很大很大的坑 然后对 就是怎么说呢 所以最后就是发现 就是很多这些常用的 比如说预加载对吧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游戏的 这个摇杆准心 然后角色 这些常用的系统 然后就是Unity呢 基本上它的做法都是 直接就是作为这个子系统包在里面 然后实际上我们 我们也觉得这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些就是复用程度 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些系统 然后对 所以我们这边做的工作也主要是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是 就是我们希望把Unity里面有的这些子系统 全部补全 OK 手机支持度高 对高的 我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做的那个项目呢 然后适配最低是适配到了iPhone 8 哇 好的好的 那今天要不我们先这样 感谢学来给我们的分享 这块做游戏的人肯定对你这个非常关注 也很有 也很有效果 期待下次的分享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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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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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ен ck